清朝最后一位柜子手,一生砍三百多个头颅,晚年下场悲惨,邓海山,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位柜子手,据记载,其从事行刑事业期间,共斩首罪犯约二百至三百人,尽管行刑者收入不菲,而他却时常感慨,身强力壮,腰缠万贯,为何人无女子愿与我共度一生? 这无疑揭示了他身为柜子手所面临的职业困境,欢迎收看剧谈时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提起柜子手,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便是在刑场中,犯人跪在地上准备接受惩罚,一回无大汉在旁,面露猙獰,手持鬼头大刀,只需一声令下,大汉手起刀落,一颗人头落地,柜子手是古代的一种职业,但因职业的特殊性, 毕竟是杀人的行当,虽然窄杀的都是有罪之人,但柜子手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奸恶之人的代表,后来逐渐演变成专制统治者的爪牙,用来压榨人民,草菅人命的代名词,直到现在已经成了无恶不作的魔头,清朝末期,邓海山降生于湖南一贫困山村,有时护士孤苦伶仃,无资才可承袭,非学士所扶持,其青年生涯饱受困恶, 谋求密实之际,兴起闻训,柜子手同少姬欲择图授业,自古此类职业皆父子相传,代代相续,柜子手这一行却显为人知,因须手染鲜血,常与死者为伴,故被视为不祥之兆,少有人愿涉足此业,为防断子绝孙,柜子手往往选择以收图方式延续记忆, 邓海山恰逢死机缘,而杀人须有勇气,并非人人事宜,因此同少姬对邓海山进行了严格考核,当地有一座著名的鬼宅,同少姬令邓海山留宿一夜,身陷困境的邓海山起居鬼魅,一日他面无惧色的现身同少姬面前, 经同少姬考验合格后,邓海山得以参与入门仪式,柜子手尊高瑶为祖师,因其曾任唐渝下三朝刑法官,仪式中,同少姬宰杀一只白毛黑光公鸡,将血洒于供桌之上,并向高瑶画像及审位叩首三次,邓海山随之行礼,仪式结束后,同少姬告诫邓海山,行刑前,取檀香三只,至于祖师爷香炉内,再行九寇大礼,起身之后, 用食指与中指占鸡血土脸,邓海山牢记这些行规,随着邓海山正式败入同少姬门下,他全力以赴的传授这个职业的各项技能,身为柜子手,首要任务便是精通挥刀技巧,准确讯极而稳定的刀法至关重要,以减轻犯人痛苦,同少姬边讲解,边摆出一根粗壮的杜松木树桩,此即为你未来所要披斩之物,请示为之,邓海山紧握大刀, 审视眼前竖庄,尽管仅为寻常竖庄,却令他倍感压力,摒弃凝神间,打刀猛力挥下,只见咔嚓一声,竖庄应声倒地,断面平滑如镜,无丝毫混乱,同少姬赞不绝口,称其为天纵奇才,学艺精进迅速,便继续安排邓海山接受各类训练, 如砍东瓜,香辉等,皆需精确刀工方能完成,在童少姬精心教导下,邓海山刀工日益精进,终至出师之日,离别之际,童少姬再次强调,刽子手行刑不得超过百字,此乃祖训,切勿以忘,古人对天都有一颗敬畏之心, 有句老话说得好,你可以不信,但一定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,因此在古代都是秋后问斩,必须要在立春之前完成,也为春代表万物生,东代表死亡,终结,古代皇帝都成为天的儿子,自然要顺承天意,因此刽子手每年也就那一两个月是需要工作的,虽然刽子手的活只有那一两个月,但工钱属实不低,据说凯一颗人头, 相当于普通人家大半年多的收入,邓海山出师后,自从尝到了甜头,便一发不可收拾,疯狂的工作,赚钱,工作期过后便开始了他享受的生活,在拜师学艺时,师父不但教给邓海山技术,林了还特意的告诫他刽子手中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,便是杀人99,倒是要收手,毕竟是一件很残忍的工作,因此古人一致认为过百仍然不收手,会有报应的, 但长期享受的邓海山并没有放在心上,仍然继续工作,邓海山深知此理,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刽子手生涯,欢迎收看剧谈室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邓海山出师后,在业界展露头角,除规定的四两赏银外,家属议会额外馈赠财物,因有人判其速战速决,减轻犯人痛苦,亦有人愿其手下留情,虽仍需斩首,但囚头身上有微薄皮肉相连。 一边收敛安葬,邓海山的财富日益增加,从事此向职业后不久便名声在外,随着他接近九十九的坎,他逐渐陷入沉思,他已来适应了这样的生财之道,而尚未寻觅到其他的谋生之策,他开始动摇,难道真的要终结这一切吗? 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挣扎,凯下第九十九个人后,邓海山陷入了迷茫,行刑者催促他做好准备,但邓海山犹豫不决,不知是否应该赴约,亚裔误以为他与家驾,向领头汇报后,为其增置二两银子,并催促他尽快前往,邓海山仍在犹豫。 随后金额升至无两,对方威胁道,不愿感,自有他人愿感。邓海山心急如焚,最终提刀出门,出门前,他端庄的向祖师爷高摇的画像三叩手,祈求宽恕他的破戒之举,自那次出刀后,邓海山已成功斩杀百余人。 当夜,他回到家中,内心惶恐不安,而睡眠并未受影响,他认为祖训并非不可逾越,于是开始接手各类案件,凭借其精准的记忆逐渐赢得众人赞誉,成为名造义士的刽子手。 最终,他共计斩首三百名罪犯,创下惊人记录,尽管事业蒸蒸日上,收入丰厚,邓海山却逐渐失去警觉,忘记了师父的教诲。 邓海山在他的事业步入巅峰时,产生了成家的想法,毕竟年尽花甲,若在无伴侣相陪,恐怕将孤独致死,因此,他开始寻求媒婆的帮助,期望密得家偶,而无论邓海山付出多少金钱,媒婆们均无法为其寻得何事之人,直至后来,他方知缘由在于自身职业令人畏惧,满身血腥,何人敢共枕? 媒人们对邓海山的婚姻大事实极度谨慎态度,邓海山虽敢痛心,然亦能体谅媒婆们的忧虑,他反复解释,称自己虽为刽子手,但并非残忍之人,仅是执行命令罢了,而媒婆们仍不为所动,纷纷婉拒绝了他的求婚,最终,即便是邓海山家中多年的资深媒婆, 也坦言道,你身上血腥味太重,无人愿与你为伴,我实在无能为力,此言一处,邓海山顿觉失落孤寂,尽管他赚取了丰厚财富,却未能如愿迎娶妻子,使他这个一直渴望拥有家庭的人,陷入了绝望的境地, 至民国时期,斩首刑罚被废弃,邓海山也因此失业,无技能傍身的他只能四处寻找生计,邓海山因曾为刽子手而孤立无援,孤独之下沉溺于声色全马,耗尽积蓄,终至家道中落,以体力或谋生,因其罪孽深重,雇主得知其身份,皆逼迫他迅速离去,以免遭殃疾,于是邓海山再次回到过去的乞讨生涯,再为与粮食相助, 他曾反思是否罪业深重,导致顽景凄凉,试图出家,却因杀人过多,惨遭寺庙拒绝,邓海山终生单身无子女,流离失所孤独逝去,已经有云,阴阳为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变化最根本的原因,生为阳,死为阴,死人债浅多了,便形成了古诗人们所说的阴债,阴债之说虽然并没有被证实,至今仍然是封建迷信, 但阴阳学说却是真实存在的,因果报应更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断验证得出的真理,也为邓海山一直都没有收手,所以造成了他没有去想若是失业该当如何,一直到后来的封建就职结束。 邓海山被迫失业,此时他已经斩了三百多颗,但长年以来的潇洒生活,造成了并没有很多积蓄,也为行业的特殊性,最终也没能娶妻生子,晚年孤苦伶仃,就连老去都没人送中,实在可悲。 邓海山从开始从事柜子手这个职业以来,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刀,直到清朝结束,柜子手这个职业和现代社会的不相符,人们不再需要这种血淋淋的行刑方式后,才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刀。 这时候的邓海山已经砍掉了三百多人的头颅,已经大大超过了行规中规定的九十九个,也成了最后一名柜子手,柜子手这个职业一直有一个说法,如果砍掉的头不超过一百个,那在以后的人生中不会有报应出现,毕竟这也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下的必需职业,如果超过一百个,那就是欠下了死人的因债。 因债欠多了人,早晚会遭到报应的,虽然这种说法是一种封建迷信的思想,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,但是邓海山在做柜子手的时候,因为钱来得容易,日子过得潇洒,在被迫失业后,没有留下多少的积蓄,导致晚年的生活孤苦伶仃,正映照了民间关于报应的说法,这也可能是天道的一种轮回吧。 随着社会的发展,很多的职业慢慢的消失在了历史中,像柜子手这种为统治阶级而生的职业,注定会因为与现代的社会不相符合而成为过去,虽然说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但是这样的职业还是违背了,世间阴阳之道的变化,从这方面来看,人们说的因果报应,其实是一种让人们拥有积极向善的精神而生的。